問問題的,都會有的 這樣 那麼 日本版的,應該是 你好,馬上就在這裡 哦,原來簽了名字 一會兒會簽 一會兒會簽 那,可能我先問一個問題 那,我想問一下 這個故事本身是小說 都是自己寫的 譬如他自己會覺得小說和電影 在他的眼中有什麼不同 為什麼要有這兩個媒介去表達 為什麼要寫著心,然後才會怕 以前小說出來 自己的故事也有說 特有些人的訊息 但是,小說和電影中的訊息 最大的差別是怎樣 這兩種類的差別是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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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怎樣 在最有最好的 error 這兩種類的差別是得到的 證明 一番的差別是 《映画》 我們在中的出現 其實是 有些事 還有 但如果無法翻譯或行動 也能不能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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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能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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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在尋求 你所說的 有什麼分別 所以他一直在做作品 他也在尋求答案 他覺得最大的分別 就是電影 我們可以聽到 可以看到 因為有對白有影像 但是小說 又有另一個發揮 就是小說 都可以被人感受到 裡面的人物 他們的感情 或者他們的動作 都可以 另外 因為電影 就有時間規限 那小說就沒有了 所以小說 可以再盡情去 描繪每一件事 就是再詳細一點 問題 是的 是的 導演你好 這個故事也挺特別的 其實 也想問一下 其實 如何觸發到導演 想寫這個故事 謝謝 你好 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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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有特別的 今まで沒了 但是 這件事 你怎麼看 這件事 是 五年前 在2011年 日本的東北地方中心 東日本大震災 有大大震災的大大震災 首先講回大概五年前 其實我們香港人都知道 日本有東北的海事件發生了 我相信香港人也有很多支援 但我自身在東京 我曾經住在東北地方的公共和合國 海事件發生了 但是在那年來 普通的平常的日常 如何一瞬的 坦白地毀滅到的 我相信我只是在日本中的地區 非常深刻意識到的 她說她在東京,雖然她沒有去經歷了這件事的經驗 但她也說多謝香港人,知道她們也有去支持她們 所以她覺得作為一個日本人,即使自己沒有去經歷的時候 但你突然感到,原來在日常生活中的事,突然會消失 原因是很突然的 她們身為日本人,其實自己也很痛感 起床的事是很大事 我自身是震災直後 自己的震災的題目,不能夠描述的事 但當時,大災害時 我曾經在那裡,有一個物品、電影監督 也曾經在那裡,有一個物品、電影監督、電影監督 也曾經在那裡,有一個物品、電影監督、電影監督 她也曾經在那裡,因為事件發生後 她身為自己的日本人,也很想去做一些事 但她覺得,我只是一個寫小說 或者是一個拍電影的人,究竟可以做些什麼呢? 當時她也想不到 震災が起きてから半年以上経ってから その年の暮れぐらいに ふといろんなドキュメンタリーとか 大切な家族を亡くされた方の報道を たくさん目にした中で そういう表のカメラの前に出てこられないところで そういう関係性もあっただろうな そういう関係性もあっただろうな そういう関係性もあったの friends 我曾經說過的題目 所以突然間離開的關鍵性 遺失了人 在後來的人生 如何歩著歩著歩著 這件事是這樣的 所以開始就觸發了寫故事 不知道在什麼時候 你會與你身近的人 不同關係的人會有一個別離的情況 所以他自己就寫了這個故事 抱歉,我漏了一點 除了跟親人別離之後的事 就是經歷了那件事之後的人 他繼續要去面對的人生 怎樣去恢復和回復 誰都在故事裏面的提及 我想問一下 聽聞是視之與和導演 看過這次的劇本之後 就推介本木阿虹做這次的男主角 他說是因為跟這個角色很相似 所以想問導演是否真的有這樣的事情 可能是在訪問中聽到話 但是在想看過這次的劇本 看過這次的劇本 是在看過這次的劇本 我认为你不想看 非常 我认为你能看好 人生的弱点 自信的不足 人生的不足 人生的不足 也不足 但是 我认为你能够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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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說完那些優點後 他也想像不到某些人性的缺點 因為每個人都會有比較柔弱的一面 或是遇到一些事情的時候 不知怎樣處理的一面 很想他相信那個人 又不是完全相信 這些都是我們人間的缺點 經歷了事情之後 他怎樣再向前去前行 他覺得所有這種性格 其實跟本木阿雲真的有相似的地方 現場在拍攝一拍一拍 現在的那裡不妨 那裡不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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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拍過就OK的 但是他不斷說 那裡不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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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可能就是信心的問題 因為導演很多時候 一拍過就OK的 但是他不斷在座下說 是否真的可以 好像發動不好 其實自己也好像很多 信心不是太足夠 那些東西還有一個角色 那裡一種同樣的角色 但我們看到人間的那樣 她很深刻的受人 所以製作的原本 我印장在職位置 所以她負面和人類的 全然包含不足 前往攝影師 我幼稚人 非常有趣 我面前 我面前 真是 真是 我心中 好 我面前 她對人生的缺點 她自己也有這些部分的時候 她是很感受到的角色 所以她很能演活出來 她即使自己有移民或有約的時候 她也不會去掩飾 沒有問題都可以表露出來 在現場的時候 她那種真是令大家的氣氛非常好 因為她的性格也令整套戲 她覺得進度和拍攝都非常順利 我講國語可以嗎 導演你好 我很喜歡這個片子 然後裡面小孩的部分 會讓我想起 事實於和導演的一些片子 包括Nobody Knows 然後我想問就是 因為小孩的部分 在這個片子裡有很大的比重 然後我想問就是男主角跟小孩的相遇 對她來說其實意味著什麼 以及這個部分就是跟你自己的一個 就是你有跟小孩相處的這種經驗嗎 這個有幫到你在處理這個部分嗎 謝謝 這是兩個問題 謝謝 你說還有一個 男主角跟小孩的相遇 對男主角跟小孩的相遇 對她來說就是意味著什麼 對男主角跟小孩的相遇 對男主角跟小孩的相遇 對不起 我不好意思 我不好意思 現在是兩點的質問 割到電影中的部分 割到電影中的部分 是很大的部分 最初是 最初是 薩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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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雄 所以 我這台總是 像是 是 成功的 人們 是 真是 我自身 沒有結婚 子供 生成員 沒有 所以 女人 平常 通常 生存 無 的 她說可惜 導演自己也未結婚 也沒有小朋友 所以她自己的生活中 從來沒有直接的機會 跟小朋友接觸 我今年42歲 中年都沒有生育的經驗 中年都沒有生育的經驗 自分のやりたい事ばかりを追求してきた人生だったんですけど 若い頃はそれでいいと思ってたんだけど 年を減るごとに 社会に対して自分がどういう風に存在していいか というのがだんだん分からなくなるんですね 社会にいる子供たちとどのような距離感で 接したらいいかということが分からなくなって とても人間として未熟だし 自分自身が幼稚だなという実感が 年を減るごとに深くなりまして 困ったなと思ってた時に ただ子供がいないまま年を取っていく大人たちも たくさんいますから 子供がいない人間が感じる社会にどう存在していいか分からない不安感とか そういう見地から物語を描いてみようというのも今回の狙いの一つでした 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はい、どうぞ はい、どうぞ 當他又要寫小朋友的時候 他自己形容自己好像不夠成熟 或者有些幼稚 未曾有一個完整的 跟小朋友有怎樣去接觸那個經驗 他覺得社會上也有很多人 好像他這樣的情況 可能有未結婚、未有小朋友 所以在社會上一個角色 沒有小朋友的時候 應該是怎樣去學習 跟他們有個相處 所以在一個故事裡面 寫故事的時候 某程度上他都在探討 或者追求著這件事 小朋友們演出的 是最初的經驗 一件事不太好 阿卡里是五歲的女生 也沒有演技的經驗 只是在那裡 站在那裡 也沒有緊張 她是沒有演技的 而且沒有演技的 她真的不太好 說真的在那裡 還真的在那裡 是不太好 那我都在那裡 她是很難的 大片的女生 在春天的時候 她叫她走 就算叫她走的動作 她也未必立即理解 所以在拍攝上 跟小朋友合作真的很困難 大人的俳優們 如何聽到我們所說的事 我最初的認識 他們在學生 她們所說的 正常回答 但是各位學生 她們好看 他們從小朋友開始 把它們在學生 這件事 她們做了 很輕鬆 她們的感情 異常 非常體驗 她們在學生 現在的 現場上 看起來 她們的感情 正常 非常感情 而且 她們的感情 如何感情 相互 正常 相互 正常 相互 相互 所以有些人和大人的接触相當中有用的性 或是有心的能力,跟無力差, 所以有些人和大人的接触, 所以會有猛青人和小姐姐, 跟他很晴懇的感觸與情緒的感觸才, 然後再確認,我真的太少了,但我只是理解了大人的過程 剛才說,如何跟小朋友相處,即使是很簡單的事,對大人來說已經很吃力 可能在片場上,當然他會有自己做導演的力量 但對大人還可以,反而對著小朋友時,他會覺得自己原來是這麼無力的 所以對著小朋友真的要有些方法 剛才你說的主角,當他遇見小朋友時,他的感受不是跟導演一樣 原來對著小朋友是這麼無力的,完全好像扣不到,要用一些方法 所以讓他學習了一個經驗,如何跟小朋友相處 讓大家慢慢去溝通這件事 我開始了解 我講到話了,你不答多了 還是 OK,我想問,很多導演帶來這部作品 但今次電影池,亞洲電影池裡面,有幾部你自己的作品都有份展出 我想問你最喜歡哪一部作品,以及原因在哪裏呢? 那或者是困難的地方,或者拍攝那部電影 為何會令你向我們推介呢? OK,今回的亞洲電影學祭的中心 在這部電影以外,也有其他作品也有參與 其實在這部電影中最喜歡的作品是哪一部作品? 他覺得他會選擇這一部 其實他覺得作為每一個導演 他希望自己有信心去說 我現在最喜歡的就是一生這一部 千萬aj辱我覺得自己작一的速度 尤其是第一次發作招臨 也許會想在自己的程度 我都可以將照片 當作用專門its 一些作品的一 quy someone 這是一部目的目的作品 第一部作品是不一的 心得每個附的作品 一點 我認為自己是很複雜的 自己是過去的 全都被避免 或是最後的性能 絞絞了 不安的部分 所以請我直接 長話是最好的 為何不是過去的 因為他不想再拍攝以前的事情 每個人都希望到達另一個世界 即是另一個進步 所以他很希望自己可以說到這一步就是我自己最好的 因為他覺得如果人們只贊過舊的作品 即是說他仍然會停留在舊的階段 所以都希望大家都會認同最好的作品 即是最新的作品就是最好的 多謝大家 一會兒會有另一場 一會兒會再見 一定是我們會有問卷 謝謝大家 還有每一部的電影可能會有機會 謝謝 很温暖的拍手 非常熱情的拍手令到他安心 大家剛才這麼熱情的拍手令到他安心 即是今天我們第一次 謝謝 謝謝 非常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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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